哎呦 搞砸喽 我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啊 一切就绪 兄弟们 你们到哪儿了 我今天可捅了大娄子喽 快来吧 家里好多好吃的呀 我们一定要给队长一个最完美的生日聚会 没捅娄子呀 你们这不是挺高兴的吗 你懂什么呀 我今天可算是明白了 什么叫祸从口出啊 你看这大兽星 笑得那么开心 看上去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大家本来挺高兴的 我怎么突然就提起小祖出现的事来了 你提出现的事确实不太合适 昨天我们刚输给冲击波 出现形式不容乐观呀 哎呀 何止这么乐观呀 听大宝说 粉红今天下午要赢不了烽火 我们连出现的最后一线希望都没了 这么严重啊 你还是自己看吧 队长刚才怎么哭了 老高怎么一言不发就走了 还不全爱你 我怎么了 队长好端端的生日聚会 你飞机比赛干什么呀 我只想核实一下队长的生日心愿 是不是跟我一样 也希望粉红战胜风火 这样我们不就有机会出现了吗 哎 姚队长哭了 高琳达走了 怎么搞的嘛 上进 你太天真了 粉红这三年根本就没赢过烽火 按这个结果 我们就算是打赢了最后一场也出不了线 你干嘛挑明了刺激到队长呢 这么说 旋风今年没戏了 是啊 出不了线了 明年大家继续努力不就完了吗 你怎么跟我一样直端呢 我又怎么了 一下散看 队长今天过的是几岁生日啊 十三岁啊 我好像明白了 姚队长明年要参加U14的比赛了 你才明白呀 U12还可以男女混合组队 U14以上就必须分开比赛了 这么说 下一场很有可能就是姚队长跟你们一起打的 最后一场比赛了 是啊 大家都默认今天是给队长的欢送会 还准备了好多节目来感谢队长 可我居然还提明年要一起努力 哪儿还有什么明年的 怪不得姚队长哭了 高临大不辞而别 大家不欢而散呢 是啊 我这不明摆着是往队长商口上撒盐吗 你说他得多伤心呢 这生日过得是够闹心的 队长好端端的生日聚会 被我搞成这样 你说我该怎么补救啊 在昨天刚刚结束的U12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A组第七轮比赛中 旋风队主场迎战小组排名第二的冲击波队 经过激烈争夺 双方二比二战平进入射门比赛 高灵达 比赛棒 高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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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进 高灵达 高灵达 一定要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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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我怎么会 发丢这么关键的一球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怎么搞的 还是不接我电话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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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灵达 是你吗 喂 喂 总算同了 队长 是我 我呀 哦 上进啊 呃 呃 那个 队长 今天 对不起啊 都怪我 说话不过脑子 把你的生日给搞砸了 哦 没关系的 这件事 本来就不怪你 你一定特难受吧 队长 你也知道我这人吧 就这副德行 嘿嘿 您胆里有大量 别跟我一般见上啊 其实这件事 高灵达比我更难过 哦 呃 老高 队长 你要不说起这些 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这么多故事 我跟高灵达从小就在一起打球 五岁那年我们相约一起打入决赛 今年是实现这个约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怪不得 老高今年压力这么大 是啊 一会儿见到高灵达 你可要多劝劝他 嘿嘿 放心吧队长 这事包在我身上 嘿嘿 兰兰 你们先在书房休息一下 小达一会儿就从少年宫回来了 奶奶先去给你们弄点好吃的 嘿嘿 嘿嘿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哇 老高的书房真敞亮 哎 他还画画呢 是啊 这些啊都是他画的 哦 不错不错 哦 他的书可真不少啊 哎 这难道 是老高小时候 怎么样 可爱吧 嘿嘿 嘿嘿 是吧跟你说啊 嗯 你现在可爱多了 嘿嘿嘿 那你觉得 现在的高灵达什么样啊 什么样啊 嗯 你看看他现在 成天板着个脸也不爱说话 那块破手表 滴滴滴滴滴的想个不停 你天天的不是看书 就是那个哈巴 呃哈巴 哈巴那什么来着 那叫哈巴涅拉舞曲 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他总是来句匆匆的 日程一定排得很满 话虽这么说 可他为了帮助你 主动改变了不少日程安排哦 啊 你看到的高灵达 仅仅是表象而已 其实他外冷内热 还是很关心你的 嘿嘿嘿嘿嘿 别看这老高表情臭臭呢 嘿嘿嘿 还真帮了我不少 我是得很好感谢的 诶 诶 诶 这不是那个冰球名将富强吗 哇 这也太帅了吧 诶 怎么样 我像冰球名将吗 像 富强可一直都是高灵达心中的榜样 诶 诶 没想到老高看着那么高了 嘿嘿 原来私底下也是个小迷地啊 哦 哇 这些奖杯奖牌全都是老高的吗 嗯 当然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哇 最有价值球员 优秀射手 最佳前锋 老高也太牛了吧 诶 怎么还空了一个 诶 上面的冠军球呢 冠军球 这个位置多年来一直摆着 富强当年带旋风队夺冠时的决赛用球 那可是富强亲自送给高灵达的珍贵礼物 这颗冠军球对高灵达而言意义非凡啊 意义非凡 那高灵达手里举着的就是那颗冠军球 这不就是荣誉师里那张照片吗 诶 等一下 这颗冰球看上去怎么那么眼熟啊 诶 这是什么 哦 这是一颗意义非凡的冰球 希望你继续努力加油 意义非凡 这不就是颗旧冰球吗 诶 这么说 这颗冠军球在你手里 高灵达能把他这么真实的东西送给你 可见他对你的期望并不低啊 老高这么看得起我 我却一直在误解他 队长 我已经等不及要向老高当面道歉了 不如我们直接去少年宫找他吧 也好 正好陪他一起散散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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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教室问过了 老高今天根本就没来啊 互动捉心也看过了 没看到高琳达 这就奇怪了 是啊 他能去哪呢 哎 哎 哎 会不会是高琳达 哎 哎 原来是夸夸权啊 大宝小宝 说好的现场直播呢 哎 现在几个行啊 风火跟粉红的比赛 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出现 意义重大啊 比赛才刚开始 粉红就零比二落后了 粉红加油啊 一定要出现奇迹啊 看来粉红输定了 本来还指望他们赢一场呢 啊 粉红果然不是风火的遵守啊 啥情况 出什么问题了 怎么回事 散热水塔出现故障 紧急抢修中 比赛暂停 啊 后外后外 突发事件 散热水塔出了故障 冰面融化 比赛暂停 啊 大家都散了吧 今天又没戏了 看来 今年真的没机会了 比赛还没打完呢 这么轻易就放弃了吗 这可不像队长你啊 你这语气 好像在哪儿听过 这么轻易就放弃了吧 这可不像你啊 啊 我知道他在哪里了 走 啊 队长等等我呀 靠来 pả 来 怎么慢点 别摔倒了 这里好漂亮 我们以后要一起打入决赛 我们也定要一起打入决赛 我们这么拼 却连小组都没出现 没关系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要加油 加油 我们今年好不容易小组出现 结果 别灰心 这次输了 还有下次 就是 我们一定能够完成约定 来 我们加油 加油 为什么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这么努力 可以 可依然还是无法实现当初的约定 一定要进啊 你 为什么 最关键的一球 竟然毁在我的手里 我到底在做些什么 我做了你该做的一切 你做的已经够好的了 你们 你们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找你啊 我们都很担心你 林达 你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呀 我 一场比赛的胜负说明不了什么 你何必这么自责呢 林达 昨天的比赛 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对不起 我罚掉了最关键的一球 都怨我 你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哎呀 老高 不就是罚球没劲吗 你搞得跟天塌了一样 你懂什么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吗 谁说我不懂 队长全告诉我了 你不就是为了小时候 三个人的那个约定吗 你知道吗 我为了这个约定 努力了整整七年 可是 我依然 一无所获 你不要这样 对不起 我真没用 林达 你别走 你别走 让开 你以为做鸵鸟 逃避就能解决问题吗 我逃避 你知道 要来明年就要离开旋风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 上进 高林达 你这个不信实际的家伙 不信实际 难道不是吗 你们三个人的约定 从柳玉伯离开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不存在了 不存在 你何必为了这样一个执念 而苦苦挣扎呢 我只是 像个摇篮 像给我们一起奋斗的这七年时光 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承认你很完美 成绩优秀 做什么像什么 你取得了我做梦都难以得到的那么多荣誉 在所有人眼里 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那又有什么用 我不该打进那一球的 所有人都认为我应该打进 可我 就是没能做到 你就是太执着于完美的结局 才给自己压这么重的担子 你知道吗 正是你的执念压垮了你自己 昨天那个球为什么没进 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我 还有 你那是什么狗屁逻辑 什么叫没有机会 队长离开旋风 难道就不打冰球了吗 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吗 高琳达 你不能夸 我是因为你才报名打冰球的 你可是我的榜样 和傅强对你的意义一样 榜样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那颗意义非凡的冠军球 是傅强对你的激励 你把那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 不正代表了你对我的期望吗 打起精神来呀 高琳达 旋风队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整体 你要是还想一个人扛起所有的责任 我第一个不答应 队长也不会答应的 琳达 对不起 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执念 是我错了 上京说得对 我们不应该把今年当作最后一次机会 不应该把这些人扛起来 冰球梦想是不会就此终结的 我知道你很在意我们的约定 可是比那个约定更重要的 是我们共同经历的 这七年时光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为了这个约定 一起拼搏 一起努力 一起哭 一起笑 我脑海里满满的 全都是我们共同奋斗的宝贵记忆 你知道吗 这才是我最珍视的 她的分量远远超过这个约定 你听到了吗 高琳达 别再执迷不悟了 今天我搞砸了队长的生日 我跟她道歉的时候 她却说 现在比她更难过的是你 是你呀 高琳达 即使在这种时候 她关心的 却还是你 琳达 对不起 是 队长说了你们三个人小时候的事 我真的很羡慕你们 能拥有这么真挚的友情 是的琳达 对于我来说 最幸运的 就是能遇到你们这样的朋友 你们说的没错 就算我丢了球 输了比赛 我还有你们 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这就对了吧 老高 队长 过去她就让她过去吧 旋风队现在有了我 一定时来运转 前途一片光明 毕竟我可是差点被埋没的 冰球天才 都会抢达了 真美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美的彩虹了 要不我们三个在彩虹下面为自己加油吧 我们 摇篮 高琳达 上街 要一起加油 粉红之鸡队9号得分 全场比赛结束 粉红之鸡队3比2获胜 太不可思议了 兄弟们 你们知道现场发生什么了吗 别卖关子了 你俩赶紧说吧 你们绝对想不到 粉红最后两分钟 居然连班三球 干掉了风火 3比2反败为胜 粉红赢了 我的天 这不会是做梦吧 这么说 我们还有机会 只要我们战胜风火 就有出现的希望 现在机会来了 兄弟们 小组最后一战 无乱输赢 一定要全力以赴 把这场比赛 当成是送给队长的生日礼物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赞成 确实 这个点子太棒了 我们要拼尽全力 争取给队长最好的生日礼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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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